长久以来 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着大量误解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腐朽不堪的清军 一遇上洋人就立刻做鸟说散 毫无战斗力 某种程度确实可以说 清军战斗力低下 毕竟鹿营废驰多年 八旗门又只知道抽大烟 就像马格尔尼形容的 军队像乞丐一样 我们知道清军的装备自入关以来变化不大 火神枪已经是顶级配置了 鸦片战争时甚至还有把 200年前明军的大炮搬出来 结果发现比清军自己的还好使得情况 可见跟洋人拼火器是没机会赢了 那如果假设双方只进行白刃战的话 擅长肉搏的清军 又是否能战胜西方近代军队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巴里桥之战 八千英法联军 对阵森戈尔沁 三万步骑大军 埃利松在翻译官手机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尤其惊讶于蒙古骑兵的战术纪律 队列整齐 士气旺盛 进攻时变换队形 行云流水 前扑后继 简直和近代骑兵毫无区别 虽然表现的异常英勇 但蒙古骑兵们在英法联军的抵禁射击下 损失惨重 最终在损失1200人后溃败 英法联军只阵亡5人 用拿破仑的话来说 然而同样是 骑兵近战 对比法国骑兵呢 老战役中 俄军几乎攻进拿破仑指挥部 结果拿破仑下令发动反冲锋 妙拉元帅 率领11000名骑兵高举马刀 顶着俄军的枪林弹雨 不仅撕开了俄军中央阵线 还突破了俄军火炮阵地 直接扭转整个战况 要说西方近代军队 得以于科技进步带来的武器进化 能够随意调达古典军队十分正常 然而使用马刀的近代骑兵 显然不在此列 就武器装备来说 跟蒙古骑兵没啥大区别 近代骑兵可以骑墙冲锋 蒙古骑兵也可以骑墙冲锋 面对枪林弹雨 两者的战果却截然相反 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纪律性的问题 同样 近代碎发枪兵不开枪 跟清军步兵肉搏 也很难说 清军能够占到多少便宜 对比一下战损 就能知道纪律性的重要性了 巴里桥之战 清军3万人 阵亡1200 战损4% 老海之战一周 法军7万人 阵亡15000到3万人 战损20%到40% 没错 纪律性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军队士气不容易崩溃 尤其是出现伤亡的时候 能够顶住压力 持续作战 最夸张的是 美国南北战争 格迪斯堡战役中 明尼苏达第一步兵团 以高达87%的战损 为北军赢得重整防线的机会 最后北军打败南军 没有强大的纪律性 面对这种烈度的战争 清军一败涂地 也只能是跪地求饶了 不然之后 请订阅黎视频动力室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